Hello 大家好 我是慶勝 今天來到這裏是分享處理生命 在基督徒的山崖裏面 就是很需要處理生命 這個錯誤信念就是我不夠好 我一直在這裏自責 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做事很慢 我小時候是被長輩嚇倒 我是發揮不了能力 去到十多歲 要幫忙做事的時候 是做不到家人的那個要求 就不停都是被人罵 我就在過去的兩個月 我就發覺我有點不妥 我又不知道什麼病 總之就是不舒服 我就又不知道看什麼醫生好 接著其實我是看醫生看得沒得看 為什麼呢? 我是一吃肉就會飆冷汗的 所以我要自己學醫自己的 那很感恩神幫助 直到現在 或者孩子身體是越來越好的 那有一天呢 我就早上在家 我就跟神說 我說神啊 求你聖靈幫助我 究竟我 我潛意識入了什麼錯誤的信念 這次呢 我想極都想不起 我跟神說 我說神啊 求你聖靈告訴我 究竟是哪個影像 入了我心裏 令到我產生錯誤信念 我在那一刻 立刻那個影像就出來了 原來就是 我的姐姐在很多人面前罵我 那我就會出現一種很羞恥的感覺 所以一路都自責 當我在那一刻呢 就靠神拿走我這個錯誤的信念 我的呼吸呢 是大淡了很多 我長期是呼吸短淺的 那就 這次之後呢 我發覺 還沒完全康復了 那之後呢 就有 我又跟神說 因為有一晚呢 我總是哩哩捆 我總是覺得 這件事還沒完全處理 去到三點多都睡不著 其實很不舒服那種感覺 很想找他出來 又找不到 神親自對我說話 祂說 你睡吧 我明早告訴你 竟然現在神奇到這樣 那那一條戲呢 都不是很深 為什麽啊 為什麽你不現在告訴我 告訴我 我就可以立刻睡了 處理了它 這樣 就想想一下 不是喔 既然神這樣跟我說 我應該信他嘛 應該信服他嘛 但是我又睡不著 那我就立刻起床 就走去廚房找些東西搞下 當路想了另一件事 接著就開始熬睡了 四點鐘 一睡就睡到九點半 一閘閘眼就問神了 你又說是跟我說的 你說了我睡醒就跟我說 那件事是什麽事 為什麽未有的 神有沒有回應 過了十幾二十分鐘左右 就突然間有個畫面 在一個樓那邊出來 就是一個長範 又是因為我做事慢 他對我的態度很差 就令到我經常都在自責 覺得自己不夠人好 在那一刻 我就立刻向神討過 我說神要求你 拿走這個錯誤的信念 在那一刻 那個錯誤信念完全消失了 我就整個輕鬆了 我現在吃得睡得做得夜 是非常之舒服 非常之健康 有一大落頭就睡到天干 連夜尿都不用去的 以前長期要約馬克 在床上去一兩次 非常之感恩神對我的醫治 還有幫我處理這個很難傳的 即它傳擾了我幾十年了 應該是我跟十歲 鬆一點就開始出現這個問題 很困擾很困擾 令到影響我的情緒 都出現問題 又令到我出現很多病痛 快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